這道菜是用大白菜心 還有海蛇皮做的 調味只放了香油、蒜和檸檬 鹽都沒有放 因為海蛇已經夠鹹了 正好 買來的香菜我喜歡先用冷水泡上 這樣香菜會繼續生長 這道涼拌菜的要點是海蛇皮的處理 先把海蛇切成細絲 用水泡兩個小時左右才能除去大部分鹹味 然後把浸泡好的海蛇絲用80度左右的熱水 迅速過一下 控干水分 再放到涼水里 雞一下 這樣海蛇絲才會比較可口 再來攤雞蛋皮 先把雞蛋打在碗裡 加一點澱粉 和少量涼開水 攪拌均勻 煎鍋上火之前 用餐布輕輕擦上一點油 讓鍋有一點油的亮光就可以了 然後將蛋液均勻撒在鍋底 小火慢慢烘乾 取出來 取出來 切成絲 東北或山東大白菜 從中間破開 只要最嫩的葉子和芯 快刀切成細絲 用紅彩椒的一段直片切絲 大蔥切絲 香菜切段 再倒點蒜泥 把雞蛋皮 蔥絲 採椒絲 海蛇 香菜 撒在白菜絲上 再加蒜泥 香油一定要多放 一是防止白菜出水 二是增強口味 最後擠上一個鮮檸 代替糖和醋 可以不放鹽 拌幾下 裝盤即可 掃描二維碼 加微信 第一時間收看所有節目